以赛亚书第十九章 关于埃及的末世 看啊 耶和华驾着轻快的云来到埃及 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 埃及人的心都惊怕 我要激动埃及人去攻击埃及人 他们就相争起来 个人攻击自己的兄弟 个人攻击自己的邻舍 城攻击城 国攻击国 埃及人的意志必消沉 我要破坏他们的计谋 他们必求问偶像 念咒的 教诡的 和行巫术的 我必把埃及人交在残暴的主人手中 凶猛的君王要管辖他们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海中的种水必干透 河床必枯竭干涸 河道必发臭 埃及种河流的水必消退干涸 味资和卢迪都必枯萎 尼罗河旁 尼罗河口的草田 以及沿着尼罗河所种的田 都必枯干 被吹散 不再存在 打鱼的人 必哀嚎 所有在尼罗河上垂吊的 必悲伤 那些在水面上撒网的 必灰心难过 那些用梳好的麻来仿杀的 和那些直白布的 都必羞愧 埃及的注石必被打碎 所有受雇的工人 也必心里忧愁 所安的领袖非常愚昧 法老那些最有智慧的谋士 所愚算的 都成为愚昧 你们怎能对法老说 我是智慧人的儿子 是古代君王的后裔呢 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 万君之耶和华向埃及 锁定的旨意是怎样的 就让他们告诉你 使你知道吧 所安的领袖都变为愚昧 挪福的领袖都受了欺骗 那些在埃及支派中 做防脚石的 使埃及人走错了路 耶和华让歪曲的灵 掺入埃及当中 以致他们使埃及一切所做的 都有谬误 好像醉酒的人呕吐的时候 东到西歪一样 无论是头或尾 宗之或芦苇所做的 都不能为埃及成就什么事 到那日 埃及人必像富人一样 他们必因万君之耶和华 在埃及之上挥手而战惊恐惧 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 无论谁向埃及人提起犹大帝 他们都惧怕 因为这是万君之耶和华 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到那日 埃及地必有五座城的人 说迦南的方言 又指着万君之耶和华启示 必有一座城 称为毁灭城 到那日 在埃及地 必有一座献给耶和华的祭坛 在埃及的边界上 必有一根献给耶和华的柱子 这都要在埃及地 做万君之耶和华的记号和证据 埃及人因受人欺压 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 他就拆派一位拯救者 和维护者到他们那里 他必拯救他们 耶和华必被埃及人认识 到那日 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 他们也要用祭物和贡物来敬拜他 并且向耶和华许愿还愿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 既击打又医治 他们就回转归向耶和华 他必应运他们的祷告 医治他们 到那日 必有一条从埃及通往亚树的大道 亚树人要进到埃及 埃及人也要进入亚树 埃及人要与亚树人 一同敬拜耶和华 到那日 以色列必与埃及和亚树 一起成为地上列国的祝福 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 我的子民埃及 我守的功成亚树 我的产业 以色列都是有福的 我 Jordan 要 我们 一定 没有 一些 比 一个 感谢观看